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能不能多给我们一些人生锦囊 可以 其实我本人也进过坑 可以给大家聊一个 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最杀人于无形的一个坑 因为我们之前聊那些壁坑 比如让你省点钱 让你少买点实体书什么的 这个都是你在有个基础上的壁坑 现在我们要谈这个基础的事 就是人生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碰的 就是黄赌毒 我们今天先聊一下赌博这个事 赌博 对 这个刘明老师 你对赌博据说很有研究 看你写小说也写了赌博 对 我也认识很多赌徒 我曾经也有过赌博的经历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赌博这个真的是很难戒 非常难戒 难戒到就是 而且这个事麻烦在哪里呢 我现在可以很坦然的谈这个事 说我说我戒了赌 但是事实上我说我戒了赌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还没有验证 因为我还没死 因为我离这个死亡还有很长的时间 你怎么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不赌呢 所以这个事就很麻烦 我宁愿我是一个很清白的 我从来没有赌过 这就不存在我戒赌的问题了 对吧 我是一个不赌博的人 但是你只要赌过 这个跟吸毒一样 你吸过的 据说那些人死前最后还是想吸 赌博这个事就是 他会有一个广东人喜欢说的词叫心魔 他是一种心魔 就是你看 他要有一定的诱因出发吗 他肯定是有诱因出发的 这一桌人打麻将你会信我 打麻将其实我倒不大羡慕 打麻将是这样的 如果你打麻将 他就是一个财富的再分配 如果是没有另外的人抽成的话 比如说你不是在麻将吧 你没有人抽老千 其实几个人连续 无非是你的钱到我兜里 我的钱到你兜里 如果是这个麻将局是一直打的话 而且大家的排级差不多 应该是平均分配的 所以你看后来张晓龙做这个微信 广东人发明了一个叫群里发红包 这个跟打麻将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因为微信不抽你的钱 比如说咱们这个群四个人 然后我发一红包 大家四个人都领一下 你再发一红包四个人 其实打麻将就是这样一个 微信红包一开始为什么能流行 就是因为他把打麻将 把打麻将这个动作去掉了 然后让你直接这个钱分配 直接拿钱 对吧 你想打麻将不就这么回事吗 大家他每个人放五块钱在桌上 一共二十 然后每个人在那儿 闭上已经抽 你抽走了十块 他抽两块 那会有可能抽两毛 是有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打麻将 跟发红包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打麻将 它其实是一个消磨时光的办法 如果大家都不抽老千 而且还能治治老年痴呆 对 你要纯粹从消磨时光 而且你没有人抽签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打一打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 有很多赌 一种是地下赌场 其实这个在过去的很多时间里 全国是有很多的 就是有人在那儿放风 然后你们进去赌 赌什么呢 赌这个叫百家乐 百家乐 百家乐是最流行的 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 比大家小 对 庄是什么 庄是鞋 每人拿两张牌 你到澳门赌场 也会发现 百家乐是最流行的 对 但是这个 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百家乐的 所谓的庄家的抽成 是最低的 这个庄家抽成 也要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庄家的抽成 咱俩现在 比如说王老师 咱俩现在抛硬币 你是投 我是这个背 对吧 如果是出现投 咱俩先都放一百块钱 如果都是 如果是投的话 我赢 两百就归我了 如果是背的话 我要抽掉百分之一 就是这两百块 我要抽掉百分之一 我给你一百九十八 这个百分之一 就叫庄家优势 对 我作为当庄的 我要有个优势 我才愿意跟你玩 不然我干嘛 做庄呢 百家乐在澳门赌厅里面 所有的游戏里面 他的抽成是最低的 他是百分之二点五 二点五是给赌场的 是吧 对 二点五就是庄家就抽走了 我是做庄的 赌场就抽走了 在其他的游戏 各种 哪怕不管你是赌球 还有他有玩 俄罗斯轮盘 老虎机什么的 你算下来 从数学上来算 他们的抽成概率都大太多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人是聪明的 他玩这个抽 庄家抽最少的 但是他是没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人 根本就不会碰这个东西 对吧 因为你知道 你玩这个东西 玩到最后 哪怕他只抽百分之二点五 你一直在里面的话 他会把你抽光 唯一一种 你能从赌场 把钱带走的情况是什么呢 你就玩一把 你一百块钱压在那 然后呢 你像百家乐 他是这样的 你压闲的话 他是不抽的 就是一百块钱可以变两百 你要装的话 一百块钱可以变成一百九十五 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百分之二点五被凑走了 我假设你跑到澳门赌场 你 无论是两百还是一百九十五 我就赢一把 你就玩一把 你赢了就走 输了也走 赢了就走了 好了 你这个九十五的利润就固定住了 然后你再也不跟他玩了 但是 事情最吊诡的地方就是这样 如果现在你一上来 一百块钱 直接我让你变成两百 或者变成一百九十五 你会很迷恋这种感觉 我会继续把它当本钱 然后再往里面 你也可能说 好 我把这个一百块钱的本金拿回来 我剩下一百块钱就玩 又变成了两百 你说 卧槽 这钱来的太容易了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赌徒 我认识的赌徒 其实到现在我还认识一些赌徒 当然这些赌徒 我们待会会解释 他具体赌的是什么东西 赌徒是干不了任何正常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赌徒 他这个钱 他可能一天就能赢一万块钱 这样的话 一天一万的已经算少了 很多他的波动是一天十万几十万 哪怕他一天的波动 比如说他在赌场 他带了十万块钱进去 今天是九万块钱出来了 有事出来了 或者是输光出来了 或者赢到二十万 赢到一百万出来了 他都再也不会看都不会看一眼 你那个一万块钱一个月都工作了 对吧 三万块钱一个月你干不干 他也不干 为什么呢 他说这有什么意义 他妈的老板这么傻逼 因为你想他只要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 比如说不管他一天赢了十万 还是输了十万 你给他一个三万块工 他说他妈的 这是什么 我随便一天就能赢十万 他老男自己 你不要光的 你赢钱那天比 他赢 输钱道理是一样的 他一天输了十万 然后那天老板骂了他来了 他妈的什么傻逼工作 我他妈的 你这一个月给我的钱 还不够我一天输的呢 我他妈的 我干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是这样的 横数他都能说 横数都会剥夺你工作的意义 因为赌博是不需要花你任何体力 或者什么的 而且那个环境是非常愉悦的 澳门那个赌场 他没有没有钟表 没有窗子 一直给你冲氧气 使你保持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在说的 这是一种传统意义的赌博 就是你还是去了那个 正规赌场 赌场 你还是去了赌场 还有一种是网上赌博 网上赌博就是现在缅北那些人 也不光是缅北了 其实那些人一开始就在网上弄 你也不知道他在哪 他有可能就在国内 但后来发现 还是躲出去安全点 去过好几个地方了 越南他们去过 柬埔寨 柬埔寨 然后多中国人在那买 菲律宾也去了 然后现在又跑到这个缅北 在那开园区 然后他就是 也是搞一个什么 迷你发牌直播的 让你看着 因为如果我是纯粹电脑 给你算一个数字 或者不管是投入还是背 你老是觉得我电脑在算计你 那我现在给你 给你弄个活人 给你弄个活人 其实那些人 相信澳门的原因 不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活人 他看着 他不大可能作弊 然后现在 为什么这些人不去澳门 去读一下呢 那个至少不会蒙你 澳门还是有门槛的 澳门就是 就一个通行证 这不就很容易去吗 通行证 这个自由行 他们并没有对大多数地方放开 你是杭州户口 我举个例子 你如果是宾州户口 可能就 它是不在那个名单里 不在这个自由行的名单里 我们以为所有的人 都是拿一个港澳通行证 就能去的 没有 我没有一个朋友 加扇子 他就去不了了 他就 但现在来说是一种 很好的保护 现在好像是有一些 可以绕过去的 就是你从那个旅行社 拿一个什么东西 就假装你其实是跟团的 但其实是 你就是自己出去的 好像可以绕过这样 所以好多人去不了 所以他才网上赌 是吗 对 他就会选择网上赌 还找一个假的 那个核官发牌 他有的是真的核官 就是我完全可以在你这里 设一个高清摄像机 就相当于把这个 直播给你 把程序都写好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 是这样的 一开始的这些赌场 如果他庄家只要抽成够高 我们比如说百家乐的 这个2.5%的抽成 这个对于庄家来说 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他不光是有个抽成 他也有一个 你最大下注的比例 就是我的 比如说庄家 我资金池里有100万 我最大只要 只允许你每笔 下注就是1万块钱 或者5000 就是1%或者0.5% 防止你全赢走是吧 对 不然他 你一笔下100万 直接把我全赢走了 所有的澳门赌厅 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会需要 一个很大的专家 你在澳门感受不到 这个东西 是因为庄家钱太多了 庄家有一个亿 你要敢下一把 下100万 可以 这个就是 有一个电影 就是妈格式作成 严格林的作品 然后李小文拍的 我刚演的 他最后就吓得很大 因为 你说的那是VIP厅 你如果是外边的厅的话 小厅没有 他有个限制 就是8万块钱 我记得 有8万 然后这个玩法 还有什么的 还有叫拖的 拖底的 你已经触及 这个8万了 对吧 旁边有几个人说 我们来拖着 输了是输给我们的 赢的也是赢我们的钱 我们来 比如说加一个拖底 那这个就 就等于说 这就像非苍蝇 对 就是非苍蝇 简单的说 就是非苍蝇 其实是这样的 从你开赌场的角度来说 包括我们之前 谈那个彩票什么的 因为彩票那个抽成是更高的 刚才我们说 这个百家乐 百家乐他抽2.5% 彩票是抽4.50%的 对 彩票抽那么多 是他要做慈善 他是福利彩票 他甲刚做慈善 也没有 那很多这个残联 或者足球 你10块钱 他有3块6做了慈善 是 3块6做了慈善 然后剩下再运营 这些彩票站什么的 最后的返奖率 就是5%左右 这50%多 这个是抽得很好 所以他没有任何必要作弊 或者我在哄你什么的 因为我本身 我就是怕你 假如说那个是我开的 我就是怕你 不相信我这是 真实的 现在这个网上呢 本来他是可以这样的 但是呢 他会经常遭遇一个情况 就是赌客太少 赌客太少 就使得他都不动大了 今天可能有个赌客过来 真的是 你有100万的本金 是吧 赌客从你这赢了几十万 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对 他现在要提款 你就不让他提就完了 你再继续那个 这个 这个其实从 如果说你所在国家 赌博是合法的 开网上赌场也是合法的 你要是不给他提这个钱 这个也是一种诈骗 对 对吧 因为人家正二八经营 澳门是不会有这个情况 澳门你拿着筹码去换 你拿多少给你换多少 是 网上的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毕竟要有个提线的动作 我不给你提了 那你 你这时候你也找不着他 他都是在那些地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我直接去改程序了 你你现在赢了几十万是吧 我现在先延缓一下 我客服说 现在提不了 明天能提 一般赌徒 这时候会处于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 他忍不住 他会继续去在那玩 他觉得明天能提 他觉得明天能提 他一般赌徒的心态是这样的 他等不到第二天 他当天晚上就很兴奋 再玩几把 那这时候人家程序可能改了 让你把它输回来 这就结束了 这个也是一种 选择你提主 这个皆大放心 对 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听到这 他觉得这个跟我没啥关系 我可能一辈子都不去澳门 我也不会相信所谓的 网上真人核关发牌什么的 那我现在在跟你们说一些 我们可能会遇到的 或者说 但你意识不到 这是赌博的一种行为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他肯定是没有去过澳门 他也不玩这些东西 但他也陷入了债务的危机 为什么呢 他是借钱去买股票 股票不是正经的吗 职员国家建设 对 股票呢 他本来也不是职员国家建设 其实很多人一直有疑问 他说 为什么国家要搞赌场 不是 因为我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人 比如邓小明看到 因为人 你如果是一个赌徒的话 有任何东西你都要赌 那股市是一个吸纳这些资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不把 你不让他把这个 他的赌博这些欲望释放掉的话 他会去别的地方赌 对 反正你钱还让澳门正走了 是吧 对 这不如我们自己流血 你像股市的话 我知道有很多种人 就是我们追求的 如果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 或者你一直看巴菲特 对对 那不是价值投资吗 巴菲特就说了 看年报 这按照买就行了吗 你一个要看年报 你要看这个企业怎么样 就是你要研究这些乱七八糟的 研究完以后 巴菲特说 如果你每年能拿到一个10%的利润 那就很好了 对 你要拿到20%的话 那就跟我差不多了 你要说连续30年 比如说你是20%以上 你是30%的话 巴菲特可能真的要找你接班了 因为他也就是 就是这样才能做成这样 对 按照复理 我们上次说过 其实公事 但是你知道我认识的很多人 他一张嘴 包括去年 咱们有一个图书漂流群 里面有一个朋友在那说 他追求的是每天8%还是多少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复理这个事 我们一听就觉得很可笑 但是他们一点不觉得这个有问题 那个梁迪基督 我都已经找不出来 他觉得他掌握了一种 中天翻一翻 这是有可能吗 你的运气很好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他是对应 就是风险跟收益永远是相同的 一天涨8%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你只要抓住一个涨停板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中国的一般的涨停是10% 还有那种科创板20%的 你比如说你今天买到一个股票 明天涨停 这就10% 对 所以你知道中国股市有一个玩法是什么呢 那些人叫赶死队 就是以前 那个徐翔 徐翔干的 他们叫强板 怎么叫强板 就是今天有个股票 比如说格力 格力本来10块钱 卡的下11 涨停了 第二天他们就要抢着进去 涨停他要抢着进去 对啊 因为第一天 他涨停了 你再挂在那儿 除非人家卖出来 一般这个就要封涨停了 人家不肯卖了 你是买不进去的 那也有可能他稍微有点波动 你要赶紧买进去 因为很多时候涨停是连续要涨很多涨停的 他今天涨停了 他很有可能明天要涨停 还有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新股上市也是这样的 新股以前就是 要打股吗 你打中了新股 新股也是要连涨很多天的 很多人就会抢这个涨停 那这个你只要抢中一个 因为你就赌他不止一个涨停 或者说哪怕他现在已经三个涨停了 你赌他不止四个涨停 不止三个涨停 他只要明天涨停一天 你把他卖掉 这一天就软分十的利润 那你一直去抢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一种玩法 因为他追求的就是这样 还有一种追求的是 那涨停的是没有人愿意卖给你 刚才不是说了吗 那跌停的是 是你卖不掉 对 但是还有很多人会买跌停的 这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你隔离 因为这王子书这个事 第二天就十块一下跌停了 疯跌停 九块钱 无数的卖单在那 没人买 这时候你进去买 买跌停的人在赌什么呢 这不是傻子吗 他不傻 他在赌什么呢 因为开盘是十块 现在跌到了九块 今天他的范围 理论上是九块到十一块 因为他 他有可能涨停 也有可能跌停 实际上他现在跌停 是给你一个机会九块买 因为确实 这个在股票的术语里 叫地天板 还有天地板 天地板就是今天先涨停 一下给你砸跌停 你就跑不了了 你要有的 你刚才咱们说抢涨停板 指望他继续涨停的 有可能你抢完 他直接来个天地板 十一块买进去 当天就变九块了 这时候完全有可能 就当天百分之二十就没了 还有一种 在赌徒期待的 不是天地板 而是地天板 我九块钱买进去 发现跌停封不住了 还有更多像我一样 赶死堆进来 咱们共同把这个股票 拉到涨停 那你这个利润就不止百分之 你是九块钱进去 当天就涨到十一块 第二天一开盘 哪怕你十一块卖了 那也有可能你舍不到卖了 你继续期待他 这个就是他们的玩法 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老是谈这个复利 我们觉得已经司空见惯了 就是我们觉得 比如说这个 因为一年给你百分之二十四的利息 三年就翻倍了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对吧 这些人追求的是一天 一天如果给你百分之二十 那三天不就翻倍了吗 这一周还没过完呢 第四天 礼拜一开始买 礼拜四卖出去 一百万就变成两百万了 真有人翻倍过吗 有确实有 就刚才说的 像徐强这种 他其实也是资金比较少 但是他因为资金足够大以后 他可以开始操纵了 但是他一开始 他肯定是运气很好的 这就跟你 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跑到澳门赌场 你没有那么贪 你那时候拎了一把钱出来 这是可能的 或者你中彩票也是有可能的 有的人是能弄的 但是你要把它当一个常态 你说我 因为这是多可怕 每年有两百多个交易日 你每天都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的概念 你算一下 就是七天翻倍 一周可能就翻倍了 五十二周你翻多少倍 二到五十四方 你算那个数字是多少 有可能吗 不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 但是这些人就是相信 赌徒为什么会赌 就是他愿意相信一些 超越了常识的事情 因为我们 你算过复利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常识 就是不可能有这种事 因为股票是这样的 哪怕是你看中了一个股票 咱们还说格力 咱们回过头来看 这二十年 它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你真的如果是 二十年前你买了格力的话 比如说你花了一万块钱 买格力 很有可能 这一万块钱 现在变成五十万了 就是二十年翻五十倍 所以当年买那个万克也是吗 对或者买茅台 对吧 都是有可能 但是这是你回过头 几十年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看一天的结果 你是没有任何规律的 哪怕是他这几十年 确实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他也曾经有跌停 对 像刚才咱们说的 你是 王自如你就跌没了吗 也没跌没 王自如让他跌了一点 就是跌了百分之几吧 对 那这就说到了 有的人他是借钱来的 对 你有杠杆 这就是杠杆了 对 那就放大了 王自如只是给你造成百分之三 但是你的钱都是借的 可能对于你来说 百分之十的钱就没了 然后你一直去借钱 借钱的力气往往又是很高的 你想这些人为什么会借钱呢 因为他觉得一天就能拿到百分之二十 你这个一年的百分之二十的力气算什么呢 对我来说 对 但事实上你能算得过这些 借给你钱的人吗 对 对吧 人家其实就不贪 我一年就要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就可以了 你拿着我这个钱去挣每天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所以这个就是赌徒他们在赌的一个原因 这种心态在我们的A股是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 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巴菲特这个所谓的价值投资是吧 但是价值投资人家巴菲特跟你说了 就是百分之二十一年的你能做到这个就很好 但没有人愿意 就是有记者采访巴菲特说 他说你说的这个办法好像没有什么难度 就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也不需要怎么着去看这个线那个线 对吧 你这个办法就是买入一个好股票持有 这个办法既然这么简单 为什么就大家都做不到呢 别人做不到呢 巴菲特就说了一个很有智慧的话 他说没有人愿意慢慢变幅 慢慢的变幅 get rich slowly 对 这些人都是想着一天要达到我一年的结果 那你造成最后结果就是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结果 就是看到很多人每天 我觉得咱们股市还有一点好 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每天就四个小时 上午下午开盘隔两个小时 让你们不耽误你上班 上午二小时 不耽误你回家 24小时都开呢 24小时都开就很麻烦 就很多人的睡眠就一辈子就毁了 因为 那个期货不是24小时 期货有 不是24小时 期货有夜盘 那个黄金或者是外汇好像有的是24小时的 那个还睡觉吗 不睡了 所以很多做这些东西 买一圈是24小时 币圈 所以很多 你在聊聊币圈 币圈和赌博是天然有亲缘关系 是的 币圈的话 我们就说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有的人他觉得他买币 他说我不玩那个期货和有不加钢银 我就持有 我买五个比特币一百万 放在这 但是这个东西的问题还是在于他每天的波动还大 就是 你想心脏受不了 不是想心脏 这个跟你赌 我其实是一样的 你今天五个比特币一百万买了 他明天的价值就变成90万了 这个跟刚才咱们第一个说那个是一样的 他马上抹杀你任何工作的意义 老板就说 小王你把这个 今天明天早上给我 把PPT给我做了 他妈的一个月给我三万件 我一天比特币就亏十万了 一个月三百 一个月三千 涨了你更屌了 涨了就是他妈的去边去 我老子辞职了 对吧 但是这钱你也没见着 而且现在在 你是没见着 但是他仍然会影响你现在 人就会是为被这个数字来影响的 你哪怕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持有那些股票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股票也 但是股票相对来说 你现在说是 股台币那些买空气币的那些人 空气币更刺激 所以有的赌 有的赌徒他就喜欢赌这样的东西 有发财的吗 这种买这种币 也有发财的 有发财的就是 发行币的发财 发行币的肯定是发财 因为割酒菜 也有的就是他能及时撤出来 但是这种是非常非常少的 因为这个是极其 它是刺激你的多巴胺的 还是内飞泰 我不知道 就是刺激你的大脑 赌国它是一个 很难戒断的一种恶习 而且它跟黄跟毒 黄跟毒还不一样 黄的话 你一天玩 一天玩搞这个 我看我朋友就这样 一看就是终于过度的 就跑日本那个哥们 我不说了是谁 可能也知道 一看这张片 你一天到晚就想这些事 然后还有毒品也是这样 你要是 冰毒的话 你那有一个四患素牙 绝命毒师里面 有这样的展现 它都伤身体 那两个都伤身体 这个也是伤 但是这个是伤了你的心智 其实你真的跟这些长期赌博 而且没有戒掉的人 去沟通或者联系的话 发现他们心智有点不正常了 那我再请教个问题 像币圈加杠杆是怎么加的 币圈加杠杆那就更厉害了 最厉害的杠杆是100倍 还是150倍 那是怎么玩呢 100倍 一般来说不会有人用足这个杠杆 用足这个杠杆是什么概念呢 涨1%相当于涨100% 放大100倍嘛 就是你赌比特币 下一秒钟涨1% 就是它本来2万美金 涨到2万200美金 然后你不管压多少钱 你可能比如进去10万块 下一秒就变成20万 但是你得赶紧把它平仓卖掉 因为不然的话它再跌回来了 对吧 跌1% 你这就没了 就没了就结束了 跌2%怎么办呢 1%就强行平仓了 就把你这个就所谓的爆仓嘛 每次是这样的 每次你看到比特币大幅播动的时候 我们国内一些喜欢标题党的 还他妈的是一些正规媒体 今夜什么20万人无眠 什么几亿的爆仓什么 所谓的爆仓就是这样 因为它的涨或者跌 已经超过你设定的那个范围了 然后你就强行平仓了 你有多少钱都没了 对 这个就是 这个有些 据说有些小孩在玩这个 就有些人 你去查那些新闻嘛 有些小孩是自杀了嘛 因为就是玩这个太刺激了 就是他觉得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数字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 背后他其实已经欠了平台 就是美国有个平台叫 Robinhood 罗宾汉 罗宾汉就把一个小孩害了 他是 我可以给你一些信用的 credit 就是说你其实已经亏完了 但是你还 我没有给你强行平仓 然后让你欠着我的钱 那这个因为这个平台都是 真实身份真实 那个 你其实就欠了好多钱 那这个是要还的 那个不是美国有个人破产制度 破产我就行了 但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弄了 他觉得欠了 因为可能你这个还不到破产的 就是你家里或者 你家里还有 因为你小孩可能这个 这个债务可能要家里还或者什么的 就搞不懂是怎么弄的了 但是这种悲剧也发生很多 其实这个说到底还是一种 病态的赌博嘛 病态赌博就是你去 在一些赌博合法化的国家 比如说英国 他们会有一个这个叫 就阻止你防止你赌博 或者比如说像新加坡是 你可以登记 这个我们保罪屯老师说这个事 新加坡任何一个家庭 你走到这个赌场登记 说我不允许我这个家人进入这个赌场 以后你就是黑名单了 你就进不去了 就是他会保护你这个家庭 对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一个病态赌博 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赌 借别人身份 对 你借别人身份一个 你上网赌就行了 很多网上的这种赌场 他是不验证你身份的 尤其是虚拟币这些 它虚拟币就是用来绕过 这个身份的限制的 就是赌博的这个东西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英国导演盖里奇 他前两部 一个叫两本大银枪 还有个偷枪拐片 都是展现赌徒的一个事迹的 其中有一个赌徒 就是他那个布拉德比特 演的那个偷拐抢片 那个是德尔托罗演那个赌徒 他叫 Franchi Four Fingers 四指弗朗奇 为什么他是Four Fingers 他跟很危险的人对赌 这波输掉 他付不了 人家剁他一个手指头 但是这个人就算 好 现在少了一个手指头是吧 他们给他设计 他说你知道 他说他很爱赌博 他只要一听 有赌鱼 马上他那个兴奋就上来了 就是那个 这个盖里奇很会拍 很多赌徒都会这样吗 很多赌徒都是这样 因为赌徒的大脑的神经结构 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我觉得是有点改变 赌徒是这样的 有一种是你一上来就赢的 这个是很容易陷阱的 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他到塞班岛旅游 或者到澳门旅游 他也因为当时当地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什么大散发去玩 当地就是赌场 很多人是这样 到那就是我拿这个不管多少钱 输了就结束了 赢了也走 这是最好的 对 有的赢了不肯走 还有的是因为有个人就是要走了 说我这有点这个港币 我用完给你 你换几个筹码 你去玩玩 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去染上了毒瘾的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赌徒 最可怕的是 为什么所有的赌徒会输到 他不是还有现场借钱给你的吗 对 现场给你借钱 就是所谓的洗马仔 叠马仔 这个之前有个叫洗米华 洗米华就是干这个 抓你去 对 他们那个 他们叫洗马 是这样的 你过来赌 你不是要换筹码吗 换筹码 你再玩换 我给你一个反点 我这个叫泥马 就是这个泥马就是 他不是骂人啊 就是泥马就是泥巴的马 这个马你要洗一遍 就是你这个 比如说你给了你一百万这个泥马 你都赌一遍 赢出来的才是你的 这个泥马是不能直接换成那则的 泥马合法吗 喝吧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招来客户的手段 因为你从哪换不是换的 你反正 不是你今天就想 我本来就要 你要赌玩十万的 对吧 你买我的药 而且我这个十万给你反一点 给你反一点 那个 骂马仔是很正常的 那个 马格士兔城里面 那个 白白河演的那个也是 这个 他也是一个骂马仔 这里边有骗局吗 这倒没什么骗局 这倒没什么骗局 澳门相对来说 目前来看 相对来说是 是比较公平的 嗯 这个就是 洗马 然后我 所以这个是非常 还有一种 为什么所有的这个赌徒 你知道为什么他 会输光 最后一分钱 还要一直借钱 为什么会这样 像翻过来 这不就是 那个赌徒原理吗 我投资 我输的钱 如果乘以二的话 我就挣回来了 所以理论上讲 如果无限赌博 我无限多的资金 我都会翻过来 你说的这个是 最基础的一个 叫备注 嗯 我输了一块钱 刚才我比如说 百家乐是你压闲的话 一块可以变两块 两块变四块 那我输了一块 我用两块钱把它翻回来 但是 我会赢回来 你这个赢回来 你只是赢的最初的一块钱 嗯 对吧 因为你一直在投二的 多少次往减一 对 你就再赢那一块钱 这个是最 最危险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个会 一瞬间让你把你的钱输光 因为这个还是指数的威力 嗯 这个一直是倍数的威力 对对 你刚才你还要72法则 你还除一几 这直接下一把就下一倍 嗯 根本背不了几次 你要么就没钱了 或者什么的 嗯 然后呢 很多赌徒是这样的 而且所以他有个 赢钱不超过八万的限制 就怕你 用这个方法 把他给背回去 所以 就是 澳门的一般大厅 对 不是 你输是可以输八十万的 但是赢每一把 限制你八万啊 你不会再赢回来的 是吧 你输也输不了八万 你输也就最大输八万嘛 如果是按这个规则的话 但是 不是输五限量 输是可以的 不是 你输完八万 你不可能再翻十六万了呀 对 你是翻不了了 对 你输到八万的时候 你看八加四加二 对 我是说我一晚上 一晚上输了十次八万 但我想赢回来 你要十次吗 你要玩十八 对 我也要玩十八才行啊 对 我们跟你说一下这个玩法 刚才说的 就是你要备注 把它赢回来 这个对于 这是一些初级赌徒 会犯的错误 你输了一块 又输两块 又输四块 又输八块 其实你一直玩的 就是在赢前面的一块 对 这个要反过来玩 很多赌徒在澳门 他们是怎么玩的 不光是在澳门 或者是在这个 他们所谓的线上赌听 是这么玩的 他们要看路 这个就 就是澳门赌听 这个百家乐 他会 他会显示这个 这个形状 就是 这一把是出的是装 这把是出的是弦 如果是一直出装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跟着 这个装一直在买 每把都翻倍 那你是赢多少 因为刚才说的 你那个备注是 一直在往里输 那是二的五次方 二的六次方 那太可怕了 但是如果你是 跟他一直赢呢 很多赌徒是这么玩的 这个就叫 他们所有的 在澳门赌听里 整天盯着那个屏幕 看的他在期待一条天路 就是一直开一个方向 我也不用变了 我一直压弦 就是一块变两块 是吧 下一把两块变四块 下五块 当然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把 让你把前面都输光 对 所以赌徒们也知道这个东西 赌徒们就在玩一个什么呢 他们叫闯三关 就是赢三把就算 对 我今天借到了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我看到了一个天路 天路 我觉得下面连续可能四五把 连续三把 起码 我只要保证他连续三把 还是开这个就行了 好了 我现在十万 第一把变成二十万 第二把二十万变四十万 第三把 四十万变八十万 十万变八十万 就是几把的事 就是三把的事 就几秒钟的事 然后过三关赢了就好了 下一把我就不管了 因为当然你也可以 再贪一点 八十万变一百六十万 这么多牛啊 他的十万块钱 变六十万 那这个就有点 反正一般很多赌徒会 不停的借钱去过三关 因为过三关这个概率呢 不小 其实很多赌徒 是有这样的经历的 哪怕很多赌徒 是有什么经历呢 他输到 不是 他输到了 哪怕剩 比如说咱们说 剩一百块钱 他用这个一百块钱 他在那瞎玩玩玩 反过来 反过来 翻到十万块钱 或者甚至说 翻到五十万 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 这就给了他一个幻觉 什么幻觉呢 那我剩一百块钱 我都能翻回来 比如一百变 刚才咱们已经说了 一百变两百 两百变四百 四百变八百 你一直往下翻到 二十四 二十四翻就过了 对 就一千倍了 这是有可能的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 每个赌徒 只要一生中经历过一次这样的 这个会永远萦绕在他脑海里 他这辈子就戒不了了 他肯定是戒不了的 他只要能拿到一点钱 拿到 他都想再复制 复线 我们叫复线 我们以前做网站 我们做这个 我们跟技术说 他妈的刚才又有个bug 技术说你给我复线一下 所有的赌徒 永远这一辈子都得想复现刚才说的这个一条天路 他说他妈的翻身有什么难的 我在七七八八借点网贷 或者我找了那哥们 那哥们还没联系了多少年 我再问他借点钱 然后我凑一个 一万块钱我去一把澳门 我来一个 给我来一天路 我一万块钱变成千万都有可能 我之前看过大量的这种赌徒的回忆录 以前百度有个借赌吧 我很喜欢 其实是一个又赌吧 因为他们这些人知道 借赌是最难的 就是你们这些人最容易复赌 所以这些所谓的 他们叫他们狗推 狗推 狗推们就喜欢在这埋伏 然后在那编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 编完 然后去拉你去 天路的故事 拉你去赌博 甚至是把你骗到 这个叫签单 就是签单 把你骗到国改老街 就是缅北那边 签单是什么的 你什么都不能掏 你把那个身份证号什么发给我 明天去做 机票给你买好了 上海做到新闻板大 我们那有人接你 然后约国边境 然后约国边境 直接给你 再让你玩 再给你拟码 就是你 你的额度就是10万块钱 但是10万块钱 我要扣掉刚才你这个 来机票啥的 对不对 这也是你自己出的 还有一个先扣掉一些利息 基本上就是 你要给我签一个条子 你现在欠我10万 但是我现在给你7万的 差不多了 就因为砍头西药什么的 对吧 给你7万的这个拟码 这个拟码你也不能换走 你在那开始捕 这些人一般是有去无回的 因为 走到千单这一地步的人呢 他的债务已经是 他已经是一分钱 在国内都借不出来了 他才会走上这条路 亲戚朋友都借完了 肯定是都借完了 好了 你现在给你7万几码 你这输是吧 你输光了 嗯 现在就第一天先带你到 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个水牢 或者什么 先看一下 从你让你从那过一下 他们怎么打人的 但是第一天不会打你 嗯 第二天开始 好了 你也看到了 嗯 那些人都是还不上的 嗯 你赶紧开始给家里打电话 然后这些人 你知道他 他给家里打电话 他家里 他的朋友 他的任何一个人 早就不愿意搭理他了 对啊 他比如说 那你 他有的给他爹爹打电话 一打 马上开始哭 呀 我马上 他们要打死我了 他爹 直接电话就挂了 因为这一出 我见过太多了 你他妈的又再给我编 又编 对 所以就导致那些人 就要遭遇非常残酷的 让你空口吃那个小米辣 或者是 让你怎么打 而且那边又没有这个法律 又没有禁毒什么的 那些很多 看人的 打人的小伙 都是吸冰毒的 精神倍好 打起来就不停的 东北人 不一定 不一定是哪 搞不懂 这个就是那个凤凰牌 就最后这些人的最后的目的地就是棉北 是吧 这个前些年都是这样的 就被骗过去了 然后你如果真的是 比如说你把他救过来 很多人肯定就说 是被骗过去的 他会编一个这个故事 这是一种啊 这是走投无路的被骗过去的 因为他在国内也没啥生存了 还有一种主动过去了 他 反正你只要把他抓了 你回来 他肯定要编一个合理化的故事 而不是说 我过去就是为了发财的 因为我们国内有一些地方就是跑过去 这个故事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 你要找 去翻本 你还找一个有法治秩序的地方 你要是肯定要去 去澳门啊 这个新加坡啊 这种地方 这都不是谁都能去的 而且那个成本都挺高的 但是棉北这个本事就无法无天 你赢了他也说你输了呀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就是棉北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名声 对吧 这些人也不知道 他觉得 过去过去 赌场赌就行 能赌就行 赌博人真是这样的 这个 我强烈怀疑盖里奇这家伙是一个赌徒 不然他对赌徒这个刻画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他说那个人 他只要 他已经被砍掉一个肘子头 但是你只要跟他说赌博的事 他马上来 马上兴奋起来 马上兴奋起来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人生中 最好是避开的 哪怕是股票那种 你觉得你在投资 其实可能你是在赌博 好的 我们这期聊的时间比较长 主要是刘淼老师 他有很多的这种生活中的素材 跟大家分享 这个 咱们最后还是要奉劝大家一句 这黄赌毒千万不能沾 尤其是赌 对 更不能沾 对对对 我们今天 我们以后可能也会聊别的 聊一下别的这个 好的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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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